今天早上的男主就是利用毒品來控制 小路中宿市場工作的紅色嫌疑 紅色男主不然是用毒品來控制 居心立公司來教母人員 總共13名小路受害 其中7名是美生人 上世和抹酒15歲 有4名及小姐 有坐檯陪酒小姐16名 其中有7名是未成人少女 最小的年紀是89年次是15歲 他們這些市民涉嫌人 以毒品來控制少女 是以她的工作量 好位分局也未來過分 接著三部後就兵分道路進行修正 在17號這天成功來侵犯 並且抓到以紅色男主為主 定死命嫌疑的犯罪集團 好位分局表示 這個集團不然是用毒品來控制 更頂頂工座的收集相當欺負 以巧利名目來剝奪這些坐檯陪酒的薪資 譬如說以不眼妝或是有遲到早退等等名目 來苛扣美名少女200元 京風貝台北的過程中也超出 安非他命喵喵定毒品 後來分局基準 現在專案也依上婚臨地感受 進行檢驗中 並且查獲黑他命毒品 及俗稱苗苗之毒品等證物 經徵訊以後 涉嫌人及這些傳播妹 經坦承涉案不會 前案依違反人口販運法 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等 移送引領地方法院檢察署擴大偵辦 這次真伯的安侠長 在稱名微信連小路有多數 都是國中的好朋友 也受到特兵控制後 就不繼續突出囉 這也是很多家長平衡時 就要去關心注意 基準真心藏步道